噶噶 噶噶 噶 哦吼 手上兩個起來的箱子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文知空好朋友 故想工作直箱手作的Zoe 她所送給我們的野南節季 今年賀禮開捨 收禮物最開心咯 我們現在就來看我這一盒裡面有什麼 開啟 我這一盒裡面有Sakulalala的水晶印章 還有這個Kodomo no Kao的印章和水晶印章 再來呢還有這個Spongebob 以及Zoe製作的耶誕節和新年賀卡 再來我這盒裡面呢也有剛剛看到的可愛的小小雪花球 這裡還能看到五個造型可愛的水滴印牌 而且還在你喜歡的紫色系 然後呢還有Kodomo no Kao的四個可愛動物小印章 以及非常貼心的還有送給我們印章清潔液喔 水晶印章呢它整片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你要蓋的時候啊它就會很好對位置 但是呢有一個缺點就是它不像一般傳統印章一樣 它會有一個把手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會需要這種透明版來作為輔助 首先呢將水晶印章撕下貼在蓋板上 將想要使用的印台顏色拍上 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風格去做配色 接下來對準你要的位子就可以蓋下去啦 好那我們現在就分頭來嘗試一下吧 這次我的部分呢打算做簡單可愛的小便簽 也可以當作書簽來使用 第一張呢我會使用小海報的印章 然後搭配藍紫色的貼紙來進行設計 外加使用Sponge Dobber 來印上一些裝飾性的漸層材質效果 最後貼上兩隻小魚做出小小的海底世界 第二張呢我先使用海和山的紙膠帶來做裝飾 搭配可愛的拖腮熊 同時呢輕輕印上一些漸層色來做裝飾 讓熊熊看起來像是夢想著自由飛上天 而這兩張的背面呢我幫他們各自選擇了不同的紙材 把他們背面貼起來以後呢看起來也非常的清爽啦 我們要體驗的是這一款水晶印章 希望可以做出一張充滿春天感的卡片 那在蓋章之前呢我們先幫這一張卡紙上個底色 我們會使用的上色材料啊是灰薄的水彩色鉛筆 那大概是這三種顏色 先把明信片稍微沾濕 那如果有水彩紙的話會更好 那因為我們這一張啊是一般的明信片 所以要記得水分不要放太多 就這樣幾個顏色沾一點 那我們會把中間還有下半部稍微留點空白 讓水晶印章的素材可以上在這裡 在上完色之後啊接下來就是水晶印章登場啦 其實它本來應該是像這樣子透明的邊邊 那有幾個看起來有一點悲感色了 是因為我已經先拿起來試用了一番 那今天這一張卡片呢我想選擇的是這幾個款式 賀黏、小女孩、還有和服的花紋等等元素來製作 所以先把它們撕下來 我們先在卡片上安排好它們的位置 接下來就拿出這一種專用的壓克力板 蓋下去把印章們黏起來 登登 接下來分別幫它們上色 我的賀正啊想用的是橘色 那小女孩就使用黑色 OK 顏色拍好了 我們就把位置對好 蓋上去 很好看耶 放到旁邊我們可以蓋一點淡淡的花朵來點綴 水晶印章有趣的地方呢還有一個 就是可以多層的覆蓋來創造出更豐富的設計 那第二層我們是來幫小女孩的和服加一點花紋 我們在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水晶印章的優點 就是蓋的時候可以清楚的鎖定蓋印的位置 就比較不容易會蓋歪 天啊水晶印章超好玩耶 可以最好準喜歡 那最後啊因為我想讓卡片可以更有一種花團緊簇的感覺 所以就決定旁邊要使用樂意的玫瑰圓來弄一圈花圈 完成啦 主軸我們是使用了賀正還有小女孩的水晶印章 我們可以讓它穿上不一樣的和服顏色 看起來就很像是三胞胎 背景啊除了刷上漸層色彩之外啊 也蓋上了一些淺淺的小花做出層次感 最後呢我們周圍貼上了一圈樂意的玫瑰圓花圈 來豐富整個設計 今天呢其實是我們首次嘗試水晶印章的應用啊 沒有錯 那經過這一次的試驗之後啊 我覺得 對啊雖然說我們比較沒有什麼經驗 不過想必之後呢在手作 可以多加入這樣子新的嘗試 所以呢主招帶貼起來 燙金筆 燙起來 印章 蓋起來 蓋起來 開箱的是文具控好朋友 不想工作只想手作的肉 Zoe Zoe Listen to m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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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的歌 Du Du Listen to my heart Be S Be for you 看你自己剔透 好對不起 那我的肌膚也要看 好的吧 好那雖然說我們今天只有簡單的應用 但完全可以體會到水晶印章的樂趣 Y的手作之路呢 又想要更豐富的方向前進一步啦 如果您有任何資訊想和我們分享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蓋蓋蓋通通蓋起來 好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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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堰 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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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